第一件事情跟大家呈現的就是說 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的這個邦交非常無故 沒有斷交的危機 前兩個禮拜 我們的劉智長才去巴拉圭訪問 那個效果非常好 不只跟即將卸任的這個總統 有非常好的對談 那也跟新任的即將擔任總統的當選人 也有非常好的對談 那我想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的這個邦交關係 我們非常有信心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是否受邀去參加巴拉圭總統的就職典禮 那的確新任的總統已經口頭提出來 那以前我們的作業就是說 如果我們決定出訪 那到出訪的後期 那他們才會發出這個邀請函 那目前我們一切都在規劃當中 但是到目前為止是不是會去 這件事情我還沒有辦法跟大家說明 AIT新館六月要開關 我們外交部這邊有沒有期待 美方到怎麼樣的層級的官員 來這邊來參與 有關於外交部 有關於那個AIT新館落成典禮這件事情 這個的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外交上面的一個事情 那前幾天總統也有率 包括我在內的其他的一些人到AIT的這個新館去參觀 那的確AIT的這個新館就象徵著美國對台灣人民 對台灣這一塊處地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承諾 所以新館落成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於美方是有什麼樣的人過來 那我想這一切都請美方那邊在做安排當中 那我們的態度就是說 只要美方有人來參加我們都表達感謝之一 我們不會去管說到底成績有多高 對於172位眾議員 向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幹事長發出這個聲明 那我們台灣的政府是表達高度的感謝之一 那我想這也象徵著得不顧必有臉 那我們台灣能夠受到世界上的這些民主國家的重要人士的支持 我們表達感謝之一 部長有其他大使 諸外大使 因為外交壓力太大 暴首 你自己上院到現在體重有變化嗎 沒有變化 很安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